今天美味食補是 三八臭豆炒脆肉 我们该准备的食補呢 就有这些啦 一汤匙的螺旺纸浆 这个三八不拉蘸 里面的成分呢 就有红辣椒 不拉蘸 蒜米 小米 就这么简单啦 垂在一起就可以啦 还有臭豆 臭豆拿来泡水呢 它会更加清新 大概300克的碎肉 椰糖 和一半的那个大葱头 记得切片哦 好的 所有的材料都齐全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吧 现在先用中火热一热我们的油 当我们的油热后呢 就放入我们的三八不拉蘸 今天三八不拉蘸我自己锤的哦 所以要辣一点的呢 可以放一些红辣椒 增加红辣椒 刚好我们 我的老公不是我们 不喜欢吃辣 所以说一点点红辣椒 就可以了 然后炒一炒它 炒到爆香为止 三八不拉蘸 爆香后我们才放入我们的脆肉 然后炒一炒它 炒均匀 炒到一半如果太干的话呢 可以加一点点的水 然后继续翻炒它 炒到我们的肉碎熟为止 过后呢 我们就放我们的椰糖 如果没有椰糖用 白糖都可以 螺旺纸酱 这个呢 我已经是放了那个白开水的 所以说看了分量比较多 其实呢 只是一汤匙的螺旺纸酱就足够了 然后敲一敲它敲给我们的这个椰糖吹掉 继续炒 炒到椰糖融化为止 过后呢 调一调味道 一汤匙的蚝油 然后继续翻炒 当所有的材料和我们的猪肉已经融化为一体了过后呢 我们才放入我们的臭豆 臭豆呢 在最后一个步骤才放 臭豆不需要炒太久 太久呢 会不好吃 还有一样 就是我们的大葱 也是一起放下去 一起炒 这两个成分呢 一定要在最后一个步骤放的 好了过后呢 炒均匀它 炒一炒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了 臭豆太熟的话呢 它会不好吃 这个是秘诀哦 炒三分钟 刚刚好 OK 好了过后呢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食谱非常简单 对吗 如果谁不要放脆肉也可以的 会放其他的那些肉类都可以 或者不放肉也可以 看个人的喜欢哦 可是这道菜 记得你们的饭 一定要多煮一些些哦 我保证每个人都会加饭的 这个食谱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大家不妨来试试做做看 好了 我们的食谱终于上桌了 Samba Blachan 抽豆炒碎肉 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 一个share 一个subscribe哦 下一集再见哟 Bye